我們看這個觀念231.1 他說用瓶琴板電容器說明 為何並聯電容器的電容會增加,而串緩會減少 在這兩種工作下,工作電壓又如何變化 那你看,這為什麼電容器會增加 你可以把它看成它整個面積增加 電容的話呢,是等於,我們最後導出來是 如果瓶琴板的話,是等於低溫支S和A 這個C的話跟A是成分別的 我們假設把它看成D沒有變 D沒有變的時候,這個的話,等於說什麼 這個面積就增加了,所以它電容當然是增加 這個你可以把它看成D增加 然後A沒有變,所以那個電能增加 那當然你說,我這個,這只是大視上看 你說,我這個,可能這個D不一樣或怎麼樣 那你可以怎麼解釋?解釋者說 這並點它是V什麼?V沒有變 但是Q的話,增加 這是Q1,Q2 你平均板的話,越大 它的那個電容量就越多 Q增加,但電位沒有變,所以C增加 那這個的話,這個是V增加 V增加等於是,那個什麼東西啊? 距離增加 因為V是等於ED 那你接一個的時候的話,在電長 那你接一個的時候,這本來是正的,它就V的,VQ 那你接一個的時候,它電長是E 那你再接一個的話,這裡還是正Q,這裡VQ 這電長也是E壓 那所以它的那個,那個距離增加等於是電位增加 那電位增加,它這幾乎沒有變 那所以它的那個,它的那個 這相當於是低增加的意思 那低增加的話,它電容量是減少 那他現在問了,在這兩種工作下 工作電壓的話呢,又如何改變? 好,這個呢,工作電壓沒有變 這是V沒有變 但是V呢,增加 這個電位它是增加的 Lываем的PS 設定有效能 你沒有怎麼說 都是�per 就是 到接著 發授 就像 men